死牛 死蛇 鸟也受伤了 最近几天巴西多地遭受热浪侵袭 不止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潘塔纳尔燃起熊熊大火 许多动物也在高温中死亡 这些高温暖的高温暖的高温暖的 所以动物已经来亏死了 因此还会有热带的最终的事件 以终于决定的决定的决定 再次遭受野火蹂躏的巴西南部潘塔纳尔失地死气沉沉 尽管志愿者和非政府组织正努力营救受伤动物 但在创纪录的高温下 能成功被救出的动物少之又少 成立灾难中动物救援组织 试图保护实地各种动物的兽医巴雷坡形容 现在的潘塔纳尔失地就像是一座大型露天墓地 既然没有必要保障地 既然没有必要保障地 既然有必要保障地 既然没有防止地固定 既然没有防止地固定 随着南半球夏季临近 巴西每年这个时候都会出现热浪 但今年因尔尼诺现象的缘故 热浪变得更加强烈与频繁 前所未有的高温 不止动物受不了 人们也特地跑到海滩 下水消暑 画面可见 里约热内卢海滩几乎被人潮挤爆 另外在公园 又有人躲到喷泉里降温 巴西国家气象研究所 已经将15个州和联邦区 列入气温高于平均水平的危险警报中 巴西5568个城市 有超过2500个城市受热浪影响 根据预测 未来两州将持续高温 包括圣保罗 里约热内卢在内 气温将超过摄氏40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